发生在台中石缸 一名七十多岁的妇人可能因为心情不佳 她就在一个大台附近企图跳水寻短 这时候有调客发现了立刻制止她 没想到这名妇人还不死心就往下游走过去 然后就不动一声跳进水里 幸好这时候又有另外一个人目击到整个过程赶紧打119 协助将这名妇人救起送银 跳入八宝郡大牌的妇人被锦销从水里救起 由于救援地点高地落差相当大 锦销还得用绳索和担架将妇人一点一点的拉上地面 下午两点多 这名白发苍苍的七巡妇人 走到台中石缸八宝郡大牌附近 疑似要跳水寻短 一旁的调客连忙制止她 没想到妇人走到下游之后 还是往水里跳 把岸上的调客吓出一身冷汗 老妇人被紧急送医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目击过程的调客表示 老妇人当时表情凝重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她心情不佳意图寻短 警方还要了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